关于电视剧《还珠格格》大家应该都是比较熟悉的 而且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总是会被小燕子和五阿哥之间什么都不管不顾的爱情所感动 但是在历史原型中《还珠格格》却是皇上的养女 其实在乾隆时期皇上的女儿已经不被称为格格而是公主 这位小燕子就是在出生之后被皇上带进皇宫的河婉公主 虽然说在电视剧中皇后是很阴险的 但是在冤行中 这位从民间来的公主却被皇后照顾得很好生活 每天都是无忧无虑的 而且还有一身的荣华富贵 不过大家都知道 出生在皇宫中的女子 终究是逃不出和亲的命运的 这点是没有什么意外的 而和婉公主就在乾隆十五年的时候加封为和姬公主 最终嫁入蒙古 虽然说小时候是很受到皇上和皇后的喜欢 但依旧是成为了牺牲品 最终在二十六岁的时候也牺牲了 免责声明 文中图片影致于网络如有版权方 请联系我们删除